欢迎收听中环汇海财经网站4月24日的收视广播 恒指今天来说是反复向下 早段来说承接着外围的走势曾经是高开的 最高是30112点 但是开始没多久这个升势就未能够持续 中段来说也是急速回落 收市来说是倒跌157点 最低是曾经是落到29682点的水平 收市来说是报29806点 其实手势上来说 恒生指数来说是一个向下调整的一个 迹象情况出现 成交方面也是缩减到9885亿 上升股份是780只 下跌股份是985只 就先看看A股的表现 今天A股来说走势也是反复不定 看来说今天A股曾经是去到3156点 但是未断来又有个买半级 就顶上3200点的水平 收市就是倒升3点到3201点 成交方面了 进一步缩减到6523亿而已 昨天A股也有些外资的资金流出 A股的市场 那就是看到来说的情况就是 美股来说就是折连破顶 那就是继续受着这个企业的业绩带动 油价也是持续上升 那就看到美元指数上升 反映资金是流入美国美元资产方面 那但是呢 就对于这个是中港股市来说 就没有什么受惠的情况 那再加上了内地和香港的拆息也是上升 不利股市短期的表现 那就是 那就是 恒指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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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动虽然未会十分之大 但是呢 看到呢 是今天来说 就是有慢慢的 是回调的情况 那下一个 就是其实支持位 要看回 就是 这里来说 就是20天线 29600点左右的位置 看看有没有一个支持 那就是 看回了 那今天来说 就 有很多股份来说 都是 就是 跟随大事回套 那先讲一些重磅的 比如 中移动 那中移动来说 就昨天公布了业绩 那就差个市场议期 那今天跌了1% 那就是 那我们看到了 就是中移动来说 其实呢 在3月21号 其实都出现了一个卖出讯号 那么 那当时来说 就 最高价87元 那 低件最低 就大概83元 那但是 如果 是有我们这个 就是 我们英皇证券的 闪电家的平台去 去看的话 那其实呢 那当日来说 其实应该呢 算一算算 那 如果不是的 呢 起码都可以 避过了这一段 这样的跌幅 那看到来说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三月尾至到现在 下四月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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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还去到 74.4元 那另外一支 就是 762 那 那么 这 colors 嗯 那 那 就是 那 那 那 聯通在前天出現了一個賣出訊號 提防大家要小心 昨天下跌了,但出現了一頁其實不錯 增長不錯 但今天仍然是先高後低 最高大高是9.79 但跟隨大市下跌 收市倒下跌是9.49 技術上仍然屬於一個弱勢 另外就是中國電訊 中國電訊也是一樣 走勢跟剛才兩支電訊股差不多 今天做得比較好 內房股有些反彈 688 升了2.7% 但也是那一句 怎麼看到賣出訊號在昨天出現了 今天是一個技術性的反彈 再看華雲智地109 華雲智地相對來說就好些 未出現一個賣出訊號 但始終日前內地官方都說 房子要來住,不是要來炒 加上市場 認為內地經濟回穩了 令到進一步推出刺激措施的機會大大減低 所以令到近來這些內房股 也已經進行了調整 另外要看汽車股 因為汽車股來說要看一看 因為吉里來說 昨天幾個高層接連是減持的 所以有些減持的消息 令到股價跌了5.4% 也要留意一下減持的行動 令到股價的下跌是持續性 還是有短暫性 這需要再進一步去觀察 因為龍頭下跌 其他汽車股都跟隨了 港氣來說也糊塗了2% 再看長氣 長城汽車來說也是跌了2.9% 最後再看東風 東風來說也是跌了2% 那就是 講來講去沒有什麼板塊 或者值得吸納 但也有個別的股份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昨天跟大家提及的小米 是1.10% 今天升了1.3% 不算多 但留意一下 其實它是 醞釀是突破12.5% 這個位置 看到在幾條沿動的平均線上 升穿了上去 成交亦是配合得到的 所以可以繼續留意一下 最主要的吹霸劑 也是昨天 小米公佈了 加電將會在10年後 公司的重點產品 將加電 連成智能加電 可以上網 用手機等等去控制 所以這個版法來講 這一類的產品 都是被券商看好 也是市場將來的焦點 儘管可以繼續去看看 小米除了在手機之外 另一個新的 這一類的產品 能不能夠 是為它帶來一個 就是 這個 可觀的收入 這個需要觀察 但技術上來講 看到 都是有些 炒作的情況 另一個因素 也是 七月同股不同權的公司 也是被勒入互聯胡通 北水來講 以後可以賣入小米的部分 除了小米之外 3690美團點評 今天就升得比較多 人下報57.8%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們這個收視廣播 其實在上星期 我也跟大家說了 其實出現了賣入信號 那一天 其實已經要留意 可以跟進賣入 今天來講 就繼續上升 可以繼續持有 如果沒有貨的話 不妨可以少住級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講回大市 最後來講 就是要看回 要提防 就是 恆子來講 進入一個調整期 那因為呢 就是下個星期會期之結算 相信來講 就幾天 市況未必會 真的會很大升大跌 那可能在結算之後 就是一個明確方向 也要提防传统智慧都五穷六拙 过去第一季升了这么多 第四月基本上变动不太大 到五月会不会进行一个比较深的调整呢 这个需要再观察 但是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 再加上近来内地的放宽 资金流向等等拆息的因素 都好像不利股市 所以来说五月调整的机会其实存在着 希望大家就要谨慎一点 今天的收市分才是这么多